在二十國集團峰會召開期間 除了敘利亞問題之外 經濟復甦亦是發展中國家關注的一個問題 他們可能會因為美國逐漸減少經濟刺激措施 而面臨困難 每天的峰會計劃討論就業 和全球經濟發展問題 在美國提高利率的時候 幫助一些國家保持經濟發展 東道主俄羅斯總統普京 在星期四的會議前 分別與中國以及日本的領導人舉行了雙邊的會談 美國緊縮貨幣政策 有可能會導致股市下跌 削弱巴西、印度、印尼、 土耳其和南非等二十國集團成員的經濟 一些國家的領袖 希望美國在修改金融政策的時候 和其他國家進行協調 有些會動人士還批評俄羅斯的同性戀宣傳法律 以及在美國人領養俄羅斯兒童的問題上 和美國爭吵 兩位 いて 你的 爭 是 他 現在 至於 正